好,大家下午好 我是IoT Factor 物联因子的创始人邓国东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区块链 以及这个物联网 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 已经慢慢地进入到了一个5G 5G时代 5G,大家听的都很多了 我们的手机还有家里的一些设备 它们以后都要连上5G的网络 那么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这么一个时代 就说已经是悄然来临了 包括很多一些手机厂商 还有之前的一些设备厂商 他们也在转型到这个物联网领域里面来 好,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5G这个时代 怎么去,就是区块链 怎么去跟这个时代去结合 这里应该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 非常有前进的一个市场 我们看这张图 首先从计算机诞生开始 之前都是这个大型机嘛 就是设备量非常的少 那全世界可能没有几台这个计算机 但是随着这个个人电脑的这个出现 我们虽然一台苹果电脑可能要几万美元 但是还是会有人买得起 那更多人买得起了 他逐渐地进入到每家每户 那著名的乔布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 就是因为个人电脑的这一波 然后成为了世界首富 然后全球知名的这个人 那么到了现在呢 大概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就是我们每个人人手都有一台 甚至不止一台的这种互联网设备 那目前来说是处在一个这种后移动互联网时代 那后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它其实是面临着这个设备量的一个暴增 可能不只是你的手机要联网 可能你家里的门把手啊 你的车呀 你车上可能有很多很多一个设备 它也要联网 这就是物联网的时代 也就是说这些物体设备 它通通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 有了一个虚拟的镜像 这些镜像就是说他们在物理 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有了一个ID 有了一些自己的数据 那么根据这个IBM的一个调查和研究 他们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 整个物联网的设备会达到300亿 300亿这么一个规模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 也并没有说体会到太多的一个物联网的服务 它可能还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上传 然后指定下达的一个过程 它并没有智能到你印象非常深刻 那当前的一个物联网 它其实是有一些挑战在 首先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连接 对吧 你的设备只是跟你家的路由器连在一起 或者说跟小米的中心化服务的连在一起 它只能简单的你在手机上操作一下 让它干什么 它才干什么 它并不能互相之间配合 比如说你家的路由器能 让你家的电是怎么样 这些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交互 而且实现起来也会觉得它成本会比较高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高成本 基于这个中心化的方式 它是很高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运营一个物联网平台 那首先这个物联网的平台的运营商 就是我作为一个设备的持有者 或者是这个业务的持有者 比如说我是政府 我让你一个物联网平台帮我去建这么一套系统 但是呢 这个系统建好以后 可能我的数据还是放在你 比如说放在阿里云上面 放在阿里的这种物联的一个系统里面 其实最终它还是汇聚到一个中心里面 这是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成本 比如说你要说服我信任你 然后双方之间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谈判 然后协议 另外一个就是运营的成本 所谓运营的成本 就是说你去运营这一整套系统 比如说你的设备要升级了 然后你去设计它的这个通信协议 还有消息上到了后面以后 你怎么去做它的进一步的流动和处理 这是非常大的成本的一个事情 那么目前物联网的一个作用 它就是它还没有 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盈利模式 来让这一切就是能运转起来 所以很多一些商家还是走的这种广告模式 也就是用老的互联网的模式 来去套到这个新的互联网模式里面 以及它还会有一个这个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一个问题 首先安全 安全方面 它是物联网信息的各种的传输的协议 它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它有MQTT 或者进场通信 然后用SIM卡也有 而且它没有一个标准去做这个安全 可能它是一类设备 通通用同一个密码 反正我生产的这一类设备 就用一个统一用一个密码 那这样如果说这个密码被知道了 那它就很容易被破解 就是它不是最高等级的这个密码 最后就是说 它缺乏一个消息传输和协作 比如说A厂商它的设备 跟B厂商它的设备 肯定就是不通的 最终你必须要去集成 转到一个物联平台上面 等这个物联平台这些都打通了 而且消息还要通通都转到 这个物联平台中心化 然后再传输给它 它们互相之间是比较难有一个连接的 那么区块链能够给物联网带来什么 我们想一下区块链它本身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账本 它上面有这个身份系统 所谓身份系统就是每一个用户 它都有一个钱包 有一个地址 这个是它的ID 还有它的身份 那么这个统一的身份系统 它能够给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物体 里面嵌入了一个这种 区块链的身份 那么所有只要你是支持 支持同一个区块链的设备 那它就是相当于 我们的这个身份系统都一样 我们之间就可以进行支付 交互 还有就是我能识别到你 而不是说我完全识别不到你 也不能跟你进行任何的交互 最终呢 它就是区块链 它能够打通整一个数据的一个屏障 因为所有的账本都放到了一起 其实我们看 我们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过程 那互联网一开始诞生出来 是为了干嘛呀 就是共享信息 对吧 早期的物联网的应用就是黄页 展示一个自己公司在干嘛 这么一个页面 其实就是共享信息 那到了区块链时代 它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问题了 它还有业务 对吧 它还有价值 那如果业务和价值 它变得就是变得联通了 那整一个的成本 它是能够降低很多很多的 而且呢 区块链它自带一个这种支付系统 假如说你要让物体设备 它具备这种支付能力的话 比如说你给它按一个支付宝 或者微信支付的一个版本 可能支付宝微信支付 它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一个体量的支付了 但是基于区块链的一个体系呢 它可以 它可以基于这个去中心化的 就是不断地去提高它的一个处理能力 然后并行地去发生 而且整个区块链 它是基于这个P2P网络的 它所以它和 假如说一个设备 或者说一家公司的服务 其实是有一个节点的 跟这个网络去相连 那么它就能够契合说 就是很多很多设备的一个连接 它不再是一个所有的周边 都连到一个中心 而是说周边和周边之间 它也是能互相连接的 那么我们物联因子的一个使命 就是说我们要把区块链 跟这个物联网结合到一起 让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自能 然后自动化 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开车下班回到家 然后你可能刚到家 你的车子可能会自动的 去发生了一个信号 说已经到某个地方 这个信号被你 就是它会广播到这个区块链上 区块链它作为一个统一的账本 它就相当于解决了这种物理隔离 就是说无论你 它不按照你处在什么位置 是在你的家里 还是在办公室 来去划分一个网络了 它是说只要你在这条链上 你发送的消息都在上面流淌 那我就可以监测到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的车发出设备 家里的另一个设备 它就侦测到了 然后就做出响应 说主人回家了 室内有点冷 把这个空调开一开 那这是一个你不需要操心的一个 这种自动化的一个体系 而且怎么样呢 而且它是进行了一个捷偶的 它是说把每一个设备 它去各司其职 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而不是必须把它们纳入同一个系统 才能去运作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物联网区块链的一个应用 假如说参与的各方有 人 对吧 人其实是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用户 然后设备 它也是一个参与者 这些应用 比如说公司的应用 或者你个人的一个应用 它也是一个入口 最终会形成说 中间有一些物联网 物联网和区块链结合的一个 去中心化应用 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消息总线 里面去流淌了各种信息 这个时候你定义好 比如说你这个设备就是干嘛的 它接收到某个信息之后 它就做一个操作 是开还是关 那另外一些设备 它可能是用来去产生信息的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你家里的物联设备的智能家居的控制 怎么样你一回到家 它可能就给你调整 各个设备进入一个 就是调整你想要的那个模式 自动的 但这些信息最终呢 它是归结到一个区块链上面去 如果说不归结于区块链上面 那它就是分散了 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些通信 它只能在家里发生 那公司的通信它是不知道的 那你基于区块链之后 你就把这个界限给打破了 相当于原有的这些物理网络的隔离 变成了就是打通了 通通都在同一个区块链上 那物联网和区块链结合起来 其实是有难度的 就是说结合起来是有难度的 那么比如说你要把一个数字ID 它的钱包放进一个设备里面 是比较困难的 你需要把它放到一个嵌入式系统 然后让它能够跟区块链的网络 有一个信息的读取和发送 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更加巧妙的方法吧 因为我们是做软件出生的 我们是做钱包 做这个浏览器出生的 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加巧妙的方式 那就是做一个跟现实世界的一个绑定 比如说这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你有一个ID 比如说你的一个钱包 那你可以跟你的手机号 邮箱或者是微信号 甚至是你的身份证 护照 指纹 这些去结合 这些技术其实已经有了 而且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打点钱包 它其实就是用了微信上面的一个授权ID 所以使得用户能够在微信 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进去使用了 那么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绑定 说我把这个CID 也就是中心化的ID 跟这个DID 就是去中心化的ID 做一个绑定 而这个绑定它是一个多对多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我一个区块链的钱包ID 它可以跟很多个账号去进行绑定 比如说我既绑了我的微信 也绑了我的推特 也绑了我的这个Telegram 那你在这些上面 只要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这个账号 那你在这些上面的操作 其实都是操作的同一个DID 那这么做有一个有几个好处吧 比如说一个是说 它能够很好的继承这些CID的用户 比如说我直接在微信上开发 那微信上的所有用户 它就很容易的接触到我这个应用 对吧 比如说微信上的钱包 那很快可能就发展成为几十万几百万的一个用户 比起你辛辛苦苦去推这个用户去下载你的钱包 这要好很多 第二个是说它极大的降低了这个使用的门槛 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记这些助记词 也不需要理解那么多区块链的东西 你只需要会使用微信 会使用Telegram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区块链的一个应用了 第三个好处就是说它打开了这种应用的局面 比如说在微信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吧 聊天 发红包 然后跟一个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去对话 跟他玩游戏 控制家里的设备等等等等 就说一下子这个局面就打开了 之前说区块链没有应用场景 那么现在它就有了 那我们的办法就是从一个 既然说物理的设备做起来比较难 成分比较高 那我们就模拟一个设备好不好 对吧 我们用一个机器人 所谓机器人就是一个用软件编写的一个处理你请求的一个东西 它能够模拟这些设备 并且它很方便地去实现 所以我们就是基于比如说微信 Telegram 微博 这样的ID 就是它原有的一些身份 直接绑定一个DID 那它就可以去操作链上的所有东西 降低用户门槛 然后进行 进行一些实际的这种应用场景的使用 并且它还能靠近大量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在这个微信的群里面 它能够获取大量的一个数据 虽然说这个数据的获取可能会存在一些争议 但是毕竟已经有了数据 对吧 后面我们会想办法 比如说把数据归还给用户 让用户去加密存储它的数据 好 这是机器人的一个四大的能力 它能够聚集用户 降低门槛 然后实现落地 并且占据未来的一个要定 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以后 想要能够实现语音识别的一个控制家里的设备 那这个时候 你基于这种虚拟的机器人 你就可以直接对着它说一句话 它就把你家里的设备进行 就是做了一个操作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假如说机器人 一个交易的机器人 一个交易的机器人 它其实关心什么 关心的是 比如说我有没有收到你的币 收到你的币之后 我会按一定的汇率 兑换成另外一个币 然后并且把这个币发出去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不需要说 和用户的那个体系 就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它只需要监听说 链上我收到了一笔这个入账 对吧 收到了入账之后 我去算好这个汇率 我再发回一笔给它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机器人就完全自动化 并且我不需要理解说 到底是谁给我打的这个币 或者打的这个资产 然后我就自动化了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在机器人里 去实现了 你只需要打上面一行 说兑换 都要做一个资产 换成另外一个资产 它立刻就会把一个 把一个交易 发到这个区块链上面 这个是上链的 就是说我们一直抱怨说 区块链怎么没有应用啊 其实这个和互联网的早期 是一样的 互联网的早期 上面没有信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没有什么用 我还不如去看电视 对吧 但是如果说随着它 大家越来越愿意 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面 那互联网它的一个作用 就能显现出来 以至于说 现在我们看电视 看的是什么电视呢 看的是网络电视 对吧 它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一个东西 而不再是由电视台 转播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区块链也一样 你必须要把数据往上放 它才能形成一个网络效益 否则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用的 你像比特币 就是比特币 它作为一个 就是区块链领域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应用吧 它其实就是把 这个账本的网络效益给发挥出来 人和人之间 你就可以随意地转账 然后跨越国家的限制 跨越这种时间的限制 那么机器人模拟这个物联网设备 它其实是 相当于这个机器人 它其实它的模型 就是模拟了一个物体 假如说我们家里的一个设备 假如说我们家里的一个灯 它其实是有 有两个接口的 有一个状态 就是开或者是关 有两个接口 就是说你打开开关和关闭开关 这两个动作 其实对于灯来说 它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那对于其他的物联网设备 其实也是一样 它有一个当前的状态 并且有相应的接口 那么我们的这些智能合约 之类的 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在模拟这个物联网设备的时候 其实就是去模拟说 我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去响应 去转移我当前的一个状态 并响应用户的这个请求 转移我当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机器人 它最后 就是说有好多个机器人 就是可能一个是 这个获取价格的 一个是进行兑换的 一个是 就帮你 帮你做一些 个人事物的 那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串在一起的 就是它是可以互相协作的 最终它会形成一个取证 就是多账号 多平台的一个举证 那举证里的这些机器人 它就能够互相的去协作 我们目前的 已经有这个机器人的一个举证 就是在微信上 有 有ABCD不同的 这个厂商 他们要求定制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这些机器人之间 其实都是连接着 区块链的 那以后我们去拓展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一个个 它比较独立的 比如说这个机器人 它就只做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机器人 它就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会有一个综合的机器人 比如说它去调用 A和B这两个机器人 去返回一个丰富的交互 那我们当前的物联网 就是 的确也给生活带来便利 但是它还不够智能 一定是说你的这个丰富性 智能度上来了之后 你的生活才会变得自动化 那么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 我们怎么去模拟 它的一个跟链上的一个交互呢 首先它要去读取数据 对吧 我们让一切数据都从这个链上来 来去读取 为什么要走链上 前面已经说了 就是说 你必须从链上经过 它才能就是形成这种网络效应 如果说你每一样都不从链上经过 那它其实不会形成这种统一的身份 统一的网络 这个时候 其实要读取链上的一个数据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订阅的方式 比如说链上的数据 在广播出来以后 我们会形成一个query语句 就是说我要的是什么数据呢 比如说我要的是 这个 跟我相关的 输出地址是给我的 input address 比如说是在白名单里面的 其他的数据我都不管 不care 因为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关心这些跟我相关的一个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通通都是 由一个叫做过滤器吧 或者叫broker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指定了 要订阅这样的信息 它就给我们推过来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获取到了外部的一些信息之后 我要向对外发送我的一个信息 那就是要用到 其实就是发送交易 发送交易 比如说 如果说你的物联网设备 它具备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钱包功能 那它去获取到它自己的这个约体操后之后 比如说它把要发送的这个信息 编码到它的这个交易里面 然后签名之后发送到区块链 但现在的一些物联网设备 可能还不是那么 就是能力不是那么强大 虽然它的计算量 计算能力还有带宽比以前好了 但是呢 它本身不具备一个独立的 这种钱包和网络 那这个时候 这个LT设备 它这个信息就会传到它们的一个 一个服务器上面 那这些服务器上面的信息 服务器上 它其实是给它去绑定了一个ID 就是说 这个物联设备它是有一个ID 然后服务器上会给它赋予一个DID 就是区块链上的ID 然后再把这个信息传到一个钱包服务里面 把它发到网络里面去 一个物体具备了这种收和发的能力 然后它内部具有 比如说开和关的这种接口吧 那它就根据这些获取到的外部信息 以及自己当前的状态去做一个状态的转换 转换完了之后 它再把自己的一些信息传到这个网络上面 好 我们再举一个协作的例子吧 协作的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解答 就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他们设备和设备之间互相协作 比如说我要解答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给出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算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破解一个密码 那这个时候 假如说有很多这种计算的设备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调度的程序 就是说我去下达这个指令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解偶了 就是说你不需要计算的设备 我不需要知道 说是谁给我发的这个消息 只要是我关心的那个 我就帮你算好就行吗 然后算好之后 我进行一个上报 那调度的程序 它也不用关心说 是谁帮我算的 它就是 就是你们算好之后 上报给我就好了 我来去做一个验证 其实这个模式和区块链里面的挖矿模式有点像 比如说我们挖矿的时候 我们接入了一台矿机 这个矿机它只能转 做这个下256的一个运算 对吧 它不需要关注别人 它就只需要去做运算就好 然后它连到一个矿池的时候 矿池给它下发一个任务 它去算 算好了之后上上台就行了 当然这个时候它可以随时的断开 就是说我不算了 我断电了 我掉断网了 我换一个矿池了 这个时候它就完成了一个切换 那由于它们是一个结偶的关系 所以它是不承认问题的 就是你随时切换的 我之前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用那个IPFS的一个消息对列 然后你打开一个页面 这个时候它那个页面里面有一个叫做调度程序的 它就是下发一个任务 说你们给我破解这个密码 然后点击之后 其他所有打开这个页面的人 它们其实充当了一个计算者的一个角色 所以算好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结果传到这里来 然后算完之后它就去验证说 我已经破解出来了 你的密码是12356 再举一个协作的例子吧 比如说我有一个机器人 他就是他别的别的都不擅长 他就擅长这个 他就擅长成续结构 那这个时候 他的输入就很明确 假如说输入是一个成语 对吧 我的输出也是一个成语 你只要给我一个成语 我就会接下另外一个成语 那这个时候 假如说你给了一个海阔天空 然后他 他关注的就是说 假如说是在一个群里 然后他关注的就是这个群里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 你来了一个海阔天空 他就给你接一个空无一物 甚至我们可以把人 这个人 就是开头的人 换成机器人 那机器人他自己都可以玩起来 那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要基于说 他们要处在一个 共同的一个身份系统上面 一个共同的这个数据 消息的这个总线里面 那么这个IoT Factor 其实是从BSV里面获得了很多的启发 然后里面的一些东西 其实也要依赖于整个BSV区块链的一个实现 然后整个区块链系统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消息对列 所谓消息对列就是说 消息在一个管道里面去流通 然后这个管道流动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随着时间的移动 然后有不同的新的消息去出现 为什么我对消息对列这么 就是这么敏感 是因为我之前在腾讯的时候 就做了一些跟消息对列比较平凡的 消息对列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消息对列 它可以实现这种异步的执行 我就把它丢到一个对列里面 让它去异步去执行 消息对列里面它可以实现异步的调用 比如说我有一个信息 我不需要立刻知道答案 但是你要我要有人帮我去算 然后算了之后我再去取 而且我当时的这个工作 还接触了很多这种K2流程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的各项业务 比如说给领导做一个审批 首先要总监审批 总监审批完了部门经理审批 部门经理审批完了有个HRD去审批 然后巴拉巴拉 就是各种流程 如果说不通过 它又回到哪一个状态 其实是定义好的一个程度 只要把这个流程定义好了 那其他各项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去做一个运转 那么区块链其实也一样 就是说上面的各种状态的流转 它也是一个流程的一门 然后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区块链的总线里面去运行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有一个设备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在某个地方的设备 通过这个节点把信息放到了这个区块链上面 那区块链上面其实相当于广播了 广播的这个信息 那至于说谁关心 那可能是有一些人关心 他关心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监测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就把这个信息传到这个物联设备里面 然后物联设备侦测到 比如说这个地址 就是这个交易发出的地址 是某某地址 比如说是我主人的一个地址 因为区块链上 它不是做的这种统一的身份吗 所以你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二次的交易 只要是一个ID 就是这个ID是你信任的 那你就可以认为这是安全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笔交易 他都是经过这个签名的 经过他的私要签名的 所以对应的地址发出来的信息 你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你说交易进行消息 那上午的时候 例子不是说了吗 Bitcoin 就是bit加coin 那由于这个网络里面 他的交易就是一笔转账 那其实交易里面 就是以附带的这个信息 每一次交易 他就是带着一个数据 或者指令的 那这个区块链 它其实还起到一个 模拟时间线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是确认过了的数据 它是很难去篡改的 你必须要用高昂的代价 花很多算力去 比如说去改掉它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个是改不了的 所以它就模拟了一个维度 这个维度是什么呢 是时间 就是随着时间的流失 上面的这种信息 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可以理解为 区块链它其实是一个子带 但是你把子带里的 ABCD的 就是折叠起来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 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东西 待会我们讲到 这个Metanet的时候 就会发现 就是为什么它是 一个三维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能够 模拟出一个维度 然后底层应该是 简单稳固的 你想想如果说 底层不够简单 不够稳固 有一堆的事情在做 那这么多的设备 这么多的信息 它怎么承载过来 它是承载不过来的 虽然说你可以有这种 工链和联盟链之分 比如说工链就是大家一起用的 但是联盟链就是说 我自己搭一个这种帐本 它只要还是这个身份体系的 它的确也可以使用 数据它是被一部分人看见的 但是由于你的物联设备的众多 你没法 就是如果说你的协议做得太臃肿 是没法去执行的 然后扩容 扩容的一个方案 那么在我们去实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候 还有就是这个Metanet 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 因为现在的这种应用的 现在的互联网的数据呢 通通都是归这个应用来管 就是应用拥有了你的数据的所有权 那我们要改变这一点 就是要让用户去持有他们的数据 那么我们给用户分配的这个钱包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HD的钱包 它非常好的契合了这种Metanet的结构 那Metanet它定义了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说定义了两个交易之间 它有一个关系 它有一个关系关系 也就是说这条纸带之间的ABCD 你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它形成了一棵树 形成了一个数据结构 那这个数据结构 它就能够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的照片 照片就放在这个节点 如果是这个微博 那就放在这个节点 如果是家里的一些这种设备的产生的数据 它可以放在这个节点 就是它形成了一个数据结构 而且这个数据可以进行高效的组织搜索 还有回数 它甚至可以说 让我们把时间调到某一个点 然后我看当时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这是它的牛逼之处 好 那么基于这么一个 这种模拟油帘设备的一个想象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我们基于微信还有Telegram 已经获取 就是已经创建的钱包数 已经有一百万个 也就是说 收到红包 收到这个数字资产 或者是查询过它的数字资产的人 它已经创建了一个数字钱包了 那这个扩展程度比去推广APP要远大很多 那基于这个用户基数 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 在微信里 得到的一些数据 可以变成推特 你可以打一个说 发推 今天来的福州 福州很漂亮 它自动会把你的信息 放到一个区块链上 而区块链上面 它又挂载在你的 比如说你的推特的 这一个扩 那其他也一样 比如说你的个人相册 还有你个人的 实现你个人的一个助理 它去对接一些AI程序 去帮你算出一些你要的借口 还有 对物联设备的一个控制 它其实也是说 你的钱包ID 发了一个消息 到去链上面 然后你的物联设备 监听到了 然后去响应 还要进行分布式的一个计算 刚刚有提到 还可以做一个超大的聊天室 比如说你微信的用户 跟Telegram的用户 只要比如说我规定 你们是在同一个频道的 那这些信息通通 涌入到区块链的同一个频道 那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聊天室 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连接人物和区块链 让大家能体会到 这个区块链的无限的一个未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